欢迎来到中文中高级语法课程 我是牡丹 我是丹娜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组非常相似的词组 不由得与由不得引发的联想 对,他们听起来呢好像只是位置调换了一下 可是这两个词呀意思非常的不同 我看到这两个词就不由得觉得这个语法点好难呀 对,但是就算这么难也由不得我们俩逃避呀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看不由得的用法以及造句吧 一,看到这对轻轻我我的小情侣 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前男友 二,知道刚才的美味佳肴居然是用昆虫做出来的 他不由得一阵恶心 三,二十年后 他再次看到儿时一起玩耍的小名 不由得热泪盈眶 句子听完了 不由得是一个副词 它的意思是不由自主的或者情不自禁的 对,我们可以想象把它当作是忍不住 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样的意思 它的后面可以接动词短语或者是主位短语 对,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不过我们把它放到句子当中 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 首先看第一个句子 看到这对轻轻我我的小情侣 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前男友 对,我觉得要理解这句话呢 肯定首先要知道轻轻我我是什么意思 轻轻我我的意思就是形容男女之间非常的相爱 非常的亲密 总是打情骂俏啊 或者有很多的互动啊 这样 对,大家可能觉得轻字比较陌生 轻呢其实是古代夫妻之间的爱称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自己的老婆称为亲 哦,所以轻轻我我 那就意味着可能夫妻之间有很多的这种一来一回的互动 对,亲密互动 不过我们一般呢都会说 你在公众场合最好不要轻轻我我的是不是 对,就是会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影响到别人 因为别人看到你们俩频繁的轻轻我我 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对,我们这句话里面啊 这个女生呢,这个她 好像就是因为看到别人轻轻我我 看到别人秀恩爱了 就感觉有点不太好 就让她情不自禁的想到自己的前男友 嗯,对 所以这里这个不由得呢 就是情不自禁忍不住的就联想起来了 对吧 嗯,触景生情 嗯,对 第一句话当中这种不由自主的感觉 如果说是一种情感上的联想的话 第二句话呀,其实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应了 对,她说她知道刚才的美味佳肴居然是用昆虫做出来的 她不由得一阵恶心 嗯,对,这里呢就是用到这个居然这个词就表达了一种惊讶 然后一种事发突然的感觉 就是刚刚一直吃着很可口的东西 发现居然是用昆虫做的 对,所以她对这个原材料呢就表示不由得一阵恶心 嗯,不由自主的会觉得很恶心 对,可能就是接受无能 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个不由得后面呢似乎是一个名词 一阵恶心 对,我们也可以说她不由得一阵反胃 或者说她不由得不舒服 所以我们发现在第一个句子当中呢 不由得后面加的是一个动词短语 想起前男友 而第二个句子当中呢 不由得后面呀加的是一个名词恶心 第三个句子讲的是一个人 多年以后再次看到儿时一起的玩伴 就心情非常的激动 所以不由得热泪盈眶 对,这里我们看到不由得后面呢 加了一个成语 而这个成语呢是主位结构的 热泪是主语,盈眶是位语 热泪盈眶的意思就是 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水 形容心情非常的激动或者感动 对,我们可以想象和自己儿时的玩伴久别重逢 那样的话心情肯定是忍不住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的 对,但是牡丹 如果我遇到二十年后再遇到儿时的玩伴 我可能会不由得欣喜若狂 嗯,对,那我有可能会不由得心惊胆战 啊,你为什么会心惊胆战呢 因为实在是变化太大了呀 哦,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一定是可能都认不出来对方了 会不会 对,所以感觉有点恐怖 对,所以呢我们发现不由得后面呀 是非常方便加上各种各样的成语 或者是四字短语的 大家之后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所以你要想表达不由自主或者情不自禁的时候 下次可以试着用一用不由得 对,不由得呢 比情不自禁或者是不由自主更加的口语化 更加的生活化 那我们接下来呢 又再看一看由不得有什么用法和造句吧 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由不得你抵赖 五,这里是公共场合 由不得你胡作非为 对,不得你抵赖 哪个品牌是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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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品牌 所以这个主人公呢 肯定是欠了别人的钱 对 然后借钱的这个人 不容得他去不承认借钱的这个事情 嗯,对 这里说抵赖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狡辩去否认 比如说是欠了钱 你却不还他 就是说你决定否认借钱这件事情 就是抵赖的行为 或者说一个比赛 你其实是输了 但是你不承认 这个也可以说是抵赖 嗯,对 那这里呢 还剩下一个四字词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做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的意思就是 理当如此 不可改变的道理或者法则 对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 可以理解为是天上的经文 地下的道义 就是说天地之间的一些道理 就是形容一些最基本最基础 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一些东西 对 在中国我们经常说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或者我们有时候也会说 孝敬父母 天经地义 对,这些呢 就是古而有之的一些规则 那我们再看到第五句话 这里是公共场合 由不得你胡作非为 我们先来看一下 胡作非为这个短语 它的意思是毫无顾忌的 干坏事 嗯,对 胡和非呢 都是形容就是做一些比较坏的事情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做和为呢 就是做事情的做 这样的意思 那在公共场合 我们当然不能毫无顾忌地干坏事 我脑子里面想到的胡作非为的行为 可能会有 比方说大声喧哗 或者破坏公务 嗯,甚至是随地大小便 没错 那这种行为当然是由不得你胡作非为的 嗯,对 那我们现在就发现两个句子当中 其实好像由不得后面呢 都首先是有一个主语 比如说这里都是你 然后之后呢 再加上了一个动词 对吧 之前是由不得你抵赖 现在是由不得你胡作非为 没错 那我们已经很清楚由不得的意思了 牡丹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是不能允许的这个意思的话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用不由得 哦,所以你是说在由不得的意思当中 其实用不由得也是可以的 对,完全可以替换 比如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不由得你抵赖 哦,对 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在强调不字 就是你不可以不能 所以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不由得和由不得是同样的意思 对,所以大家要记住 嗯,对 那我们说完了不由得和由不得的意思呢 我们决定给大家再拓展一下其他的词汇 我们用一个单字的动词加上不得 会得到一个新的表达形式 这个意思就是干什么事情不能的意思 嗯,对 比如说呢,有恨不得 也有巴不得 也有舍不得 或者摸不得 对,对 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句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几个比较典型的句子 给大家举举例 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个组合当中最常见的一个 恨不得的用法 六,堵车堵得一塌糊涂 年轻司机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 七,演讲到一半 突然脑子一片空白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们先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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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句子都非常有意思 一个是想要上天 另外一个是想要下地 没错 恨不得的意思 其实就是恨自己不能做某件事 表达强烈而急切的希望 对 就像第一个 一般都是说你不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你才会说恨不得怎么怎么样 对吧 对 就像我们的第六个句子 他就是说堵车堵的不行 可是呢又没有办法移动 所以这个人才说他恨不得插上翅膀呢 对他就恨自己不能变成一只鸟 飞回家 嗯对 但是这里的这个恨呢 可能并不是完全是那种仇恨 我恨你的意思 而是说一种遗憾 一种懊悔 就说哎 我只可惜 我不能插上翅膀 我只可惜 我不能变成一只鸟 而且通常是一种很着急的心情 对 确实没错 那我们再看第七个句子 也是一种非常着急的状况呢 这个人演讲讲到一半 突然脑子一片空白 全部都忘词了 所以他说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对 这里也是形容一种不可能的情况 对吧 你说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演讲 你怎么能突然就在地上找到一个地方 就钻进去离开呢 但是如果他钻进去离开 他就不用面对底下成群的观众了 嗯对 所以这里这个恨不得呀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呢 这里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 嗯还会有什么时候用到呀 嗯尤其是特别尴尬 或者说自己特别 嗯非常就是怎么说窘迫的时候 对对对 就像是比如说撒谎被揭穿了 哦没错 这个绿子挤得非常的好 对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组合 巴不得的用法和造句 8.小华很早就离家出国留学了 他每次回家父母都巴不得他多留一段时间 9.看他东张西望哈欠连天的样子 肯定是巴不得会议赶紧结束呢 巴不得里面的巴就是盼望的意思 所以巴不得连起来就是急切的盼望 嗯这么说听起来觉得巴不得和恨不得意思有点像 其实是的 但是我自己感觉恨不得的愿望是更强烈的 而且更加得不到的 而且更加急切 嗯对 然后巴不得呢 一般就是形容一些日常的情况当中 你很想得到 但是可能又暂时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第一句话 里面这个小华呀 很早就离家了 每次回家呢 父母都巴不得他多留一段时间 对就是父母很希望他多留一段时间在家里 但其实父母也知道 他出国留学也是很重要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吧 嗯对 就表达了一种父母一种强烈的主观愿望 然后第九句话就很有意思了 他说呀 看他东张西望哈欠连天的样子 肯定是巴不得会议赶紧结束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感同身受 对 可能都经历过 诶不过哈欠连天是什么意思呀 哈欠连天的意思就是 不断地打哈欠 没有停过 嗯对 连天的意思呢 就是不断不停止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困到不行了 然后又东张西望 已经集中不了注意力了 嗯对 就完全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会议上 所以说他呀 巴不得会议赶紧结束呢 就是非常希望会议快快地结束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 他恨不得会议赶紧结束呢 对 但是这个时候好像也觉得 恨不得用起来 与其过于强烈的一点 就像巴不得呢 我觉得可能更会在一种比较柔和 或者是比较平常的语境当中使用 比如说男女朋友吵架了 可能女朋友就会说 我巴不得 现在你就赶紧走呢 对 这个时候呢 可能女朋友一方面希望对方离开 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说气话 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希望他离开呢 对 所以如果你的女朋友对你这样说 你可不要 你千万就不要赶紧走了 嗯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分析了不由得和由不得的不同用法 以及延伸出来的恨不得以及巴不得 对 像这样的一个动词加上不得的组合呢 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用 平常啊我们还会说摸不得 碰不得 甚至是舍不得 所以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可以拥用 希望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 多多使用今天学习到的短语 对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ChinesePod.com 4321 Chinese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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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ntece � passieren 转发